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他說音樂中的抖擂名發說 這題是類似學測題考過的題目 抖擂名發說 這是賽亞什麼意思 抖擂名發說就是聲音的高低 聲音的高低 聲音的高低就是頻率 頻率就是音量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的是B 學測有考過一個類似的問題 考過一個類似的問題 好請問你 誰是用分貝做單位 這一堆東西 誰是用分貝做單位 停車站接問 韓天宇 A請坐 我們講過 剛才講過了 音量就是聲音的大小聲 是由政府決定 它的單位呢 叫做分貝 所以你的聲音的強弱 音量的單位是頻率是赫 音色是波形 它沒有單位 速度呢是公尺秒啊 但是呢它跟前面沒有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呢答案選的是A 請問你有一個人為生啊 你在 回到家呢 家裡住五樓啊 樓下按電名啊 誰啊 我啊 講一下 那你聽到 就知道這個人家夥是誰啊 是他的寶貝兒子 寶貝女兒啊 這是根據什麼會知道的 這是根據什麼知道的 OK 請問 這是什麼東西 鴻玉璇 A B的B C 謝謝 講過文聲辨人 文聲辨人 是根據所謂的音色 音色就是聲音的特色 由波形決定 由波形決定 所以它叫做音色 所以可以聽到聲音 就知道什麼人 這幾題都是簡單的 關於月音三藥術的一些概念而已 OK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OK